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告诉自己因为那些伤害 痛苦 挫折才让我们成长 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们去宽恕伤害 原谅不公 感谢挫折 但我却觉得生活的苦难 伤害你的那些人本身并不值得感谢 哪怕你确实因为那些经历变得更加坚强 插刀的是别人 拔刀的是自己 该感谢的是你在受伤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 依然熬过难挨的日子 勇敢地走下去 作家毕书敏写过无数治愈人心的文章 现在的他在台上演讲 侃侃而谈 可少有人知道 曾经的他因为童年的一次心理阴影 几十年都不敢唱歌 不敢在公共场合发演 毕书敏小学时 有次唱歌比赛 他被选进了合唱团 他很开心 排练的时候在队伍里张着嘴巴很卖力地在唱着 没想到就受到了音乐老师的责骂 音乐老师铁青着脸走到他面前 插着腰 铁青着脸 一字一顿地说 毕书敏 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掉 不知是谁 现在总算找出来了 原来就是你 一颗老鼠使坏了一锅粥 我要把你除名 不仅如此 老师还冷嘲热讽 说他长得太高 让他回到合唱队伍里 只许张口 不许出声 他形容说 落红的伤痕 直到数十年后 依然冒着焦糊的情言 在心里留下的伤害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抹去 它会变成一个阴影 一个难以跨越的坎儿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子里 折磨着被伤害的人 难以磨灭 后来 毕书敏学习了心理学 修得了治愈心灵的力量 走出那段童年阴影 可是 在面对那段伤害的时候 真的应该感谢吗 感谢那位老师对一个孩子如此刻薄 那位老师在当时口出恶言冷嘲热讽的时候 想的并不是用我的伤害让你成长 纯粹是带着恶意 恶意就是恶意 伤害你的人绝对不是心存善意的 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对别人好的人 怎么可能特地地去伤害别人 而这样的人又何谈感谢 所以 你不必假装大度去原谅那些给你伤害 不顾你心情的人和事 不报复就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网上有人说 所谓的无底线就是不断地原谅伤害过你的人 对恶的纵容其实就是对善的无视 你越是容忍坏人就越是变本加厉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林就跑来和我哭诉 原因是受到职场上一位同事的欺负 那位同事比林入职的时间长 常常仗着自己资历深来使唤林做一些杂事 刚开始就叫林帮他拿那快递接接热水 慢慢地甚至会把自己手上的工作推给林做 林作为新人不好意思拒绝 他虽觉得对方有些过分 但想着不过都是些小事 所以也没推土 没想到这一次同事有份表格上数据失误 导致了营收上的损失 被领导问责的时候 同事直接推托到了林身上 领导在气头上也没有问清楚 直接扣了林当月的绩效 林一肚子委屈 自己平时对那位同事这么好 他怎么能够背后捅他一刀 我说就是你平时对他太好了 之前不合理小事的处处忍让 让他觉得你太好欺负了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像林的同事那样的人 他们把别人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 你若是一味地忍让换来的 只是对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实善良懂别人的好 他的充满恶意的所作所为 你都没那么在意 那他就更不会在意了 作为当事人的你 能够云淡风轻的原谅 他就更不会心怀愧疚了 他会把你的原谅和包容 看得理所当然 无底线的原谅换来的是无底线的伤害 做人要去看到别人的好 也要去看到别人的坏 我们善待别人付出真心 如果得不到回报 那么也不必逼着忍着 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遭遇过伤害 或是有意的背叛 或是感情的失恋 或是工作职场上 那些给你穿小鞋的人 又或是生活一次次的暴击 我看到过网上一个网友的留言 谈起过去受过的伤害 他说 别人都叫我放下 原谅那些伤害 毕竟那些坏的经历 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可当时有多难熬 有多么痛苦 痛哭过多少深夜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忘不了 不会感激 不会原谅 想起张绍涵 在吐槽大会上的那段话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我都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 有一句话叫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变得更强 但我只想说 伤害就是伤害 没有这些伤害 我也会变得更强 因为我不仅天生励志 我还天生要强 我不感激伤害我的人 他们只是提醒了我 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对待那些伤害的最好方式 不是微笑着去感激他 是咬着牙笑着 让自己变更好 宽恕 不是原谅伤害你的人 而是把你从负面的情绪中解决出来 释怀不了的痛 就不要逼着自己去释怀 所以不要急着去感激伤害你的人 偶尔当个泼妇 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 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于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可以勇敢地说一句 别指望我去感谢你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然后去感谢那个一路走来 没有放弃的自己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